郭德刚曾被博士志愿能力,经被人民网发完祖贺,一代大师的辉煌,现在的各种娱乐平台越来越多,尤其面对的受众大部分都是年轻人,就涌现出不少像某音这样的平台,让大家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解压。 不得不说,时代的进步也顺应了网络技术的进步,但这种情况下,以前的很多文化产业就逐渐被忽视,尤其是相声这个行业,在之前各种娱乐产品都还没有升心的时候,不少人都把相声作为日常生活所需,但现在已经很少能看到,还有人愿意语听相声了。 这也不能说是人或者相声本身的问题,只能说一切都在顺应时代进步而已。 不过说到相声,目前最出名的相声大师,应该就属郭德刚了,尤其是他带领的德云社,在中国相声界的地位不同反响。 郭老师不仅是相声大师,还是脱口秀节目主持人,是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,论说的功利, 估计没有人能比得过他吧? 据悉,郭德刚是个1996年创办的德云社。 直到2005年在他的带领下,德云社才逐步腾飞,所以说是郭德刚带动了中国相声的二次复兴。 他的地位和实力不容小觑,但人红是非多这句话似乎在什么时候,什么场合都是有一定道理的,像神界大师也逃不过。 据悉,前不久郭德刚在节目里,曾被博士质疑能力,那对博士趁他们可以用公式创造笑声,各种口出狂言,甚至完全不把郭德刚放在眼里。 不过最终那对夫妇被淘汰了,但就算这样他们最后还在挑衅郭德刚。 不得不说,现在真的是什么人都有啊,仗着自己学历高就感无视经典。 被淘汰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,之后郭德刚还对那件事情做出过解释。 他举的例子将向上这个艺术诠释的很大位。 他表示,艺术散打选手为什么没业余选手? 因为怕死,但没练过基本功,为什么能说向上? 因为好骗,话操理不操,郭德刚说的确实很有道理,虽然免不了被人质疑,但郭德刚如今被人民网罚文祝贺。 原来中国传统向上即将在11月份首次登陆英国,郭德刚和于谦佳携德云社到英国公演。 这应该是郭德刚为向上姐做的巨大贡献吧? 一代大师的辉煌,这也狠狠打脸了那些质疑过他的人。 郭德刚真的是一位很优秀的相声演员,也对他现在的成就表示祝贺。 大家对于郭德刚要把相声带到英国的事情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再去留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